风云两人在无名的指点下 学会的风云合璧魔科无量 马不停蹄地杀上了天下会 要与熊霸展开最终决战 聂风和不经云文言 不约而同攻向熊霸 两人如今的战力惊非昔比 一人手持剑中霸主绝世好剑 一人手握刀中王者血引狂刀 圣灵剑法配合奥含六绝 即便是武功高强的熊霸 也不得不忌惮三分 连忙用出三分归元器 这才将风云两人击退 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不忘老夫苦练多使 三分归元器果然是你们的克星 当日尼菩萨所下的闭言 根本就不用担心 老夫现在的实力足可人定胜天 今天你们两个是死定了 若是风云两人没有得到无名指点 仅凭两把神兵力气 还真不是熊霸的对手 可惜的是 熊霸算落了一个无名 眼见熊霸再次使出三分归元器 聂风当仁不让挺身上前 专属四十米大刀直劈而下 竟然险些破了三分归元器 与熊霸僵持了起来 不惊云见熊霸落入下风 手持绝世好剑上前补刀 见势不妙的熊霸猛的用力 终于震退四十米大刀 闲闲躲过了不惊云的致命一击 风云两人趁胜追击 旋转着飞上半空 变成了两道急速旋转的龙卷风 这便是合击绝技魔科无量 魔科无量给熊霸带来的致命威胁 熊霸运起全身内力 凝聚出了一层护体钢气 而风云两人所化作的龙卷风 也在这时从上而下 对熊霸发起了猛烈攻势 熊霸被魔科无量击败 听着重伤逃出天下会 暂时躲开了风云两人的追捕 可令熊霸没有想到的是 风云两人没有找到他 他却遇见了天池十二煞 天池十二煞做山关虎斗 如今熊霸身受重伤 他们只需要杀了熊霸 就可以接管天下会 熊霸看出几人来者不善 暗地里凝聚三分归元气 必击将几人打倒在地后 一路跌跌撞撞逃到了河边 熊霸看着水中狼狈的自己 脑海中回想起了从前 自己在三大弟子的帮助下 带领天下会一同武林 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林霸主 当真是风光无限 再看自己如今这副模样 哪里还有昔日的半分风采 极大的落差感充斥着熊霸的内心 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 为了逃避天池十二煞的追杀 熊霸来到了一座小镇上 恰巧躲进了无名的中华阁 准备在中华阁运工疗伤 中华阁的小二叫做梦远 与熊霸有着血海深仇 他一眼便认出了熊霸 熊霸被风云击败的消息路人皆知 梦忍趁此良机欲要刺杀熊霸 中华阁的掌柜赶到 阻止了梦忍的鲁莽行为 熊霸这才逃过一劫 话面一转 无名回到中华阁 引起了只探花三人的注意 三人身为天池杀手武功不弱 竟然从史之中看不清无名的容貌 无名显然是深不可测的爵士高手 这女人全身散发一股争气 都同被一道气墙隔着 令人看起 只感到眼睛一片朦胧 可见此人内功修为非常高深啊 由于忌惮无名的实力 三人并未立即对熊霸动手 只得乖乖等待娃娃杀手到来 熊霸因此获得喘息之机 通过一夜疗伤恢复了些许元气 谁知刚走出房门 就听见了波浪鼓的声音 时为先抱着娃娃杀手现身 细宝和止探花也拦住了另一条出路 熊霸再次陷入了危机 老匹夫 你一死天下会就归我们了 连迟就可以再崛起武林 你们效命天下会 果然是图谋不轨呀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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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